政府向稻農进行工粮收购 长年来都只收烘干过的稻谷 直接进仓库保存 但现在为了方便农友们缴工粮 可以找没有烘干的尸骨之外 另外还要再给农民补助 今年稻谷收成 从101年一起做起 农民除了可以自行或委托烘干后 缴缴工粮 也可以直接缴缴没有烘干的尸骨 农民缴工粮时会先进行地棒称重 接着由工粮业者上车 对尸骨进行采样 透过仪器测定尸骨的湿度 再按照一定的比例换算成干骨 最后再依照干骨的重量来进行补助 每公斤补助两块钱 包括了缴缴工粮的烘干 包装还有堆叠费用 那尸骨过程最主要是 农民当你收完了尸骨 印到我们这个工粮的业者里面去 他就可以直接帮我们带干燥 带干燥完以后换算成一个干骨 那农民就直接换算 依照他的可以缴缴工粮的数量 领到他的价款 不论你在这个是缴的湿湿骨 或者是缴干骨 那我们都以干骨来算 每公斤补助两块钱的一个干燥包装跟堆叠的费用 所以农民可以选择较尸骨 也可以选择较干骨 他的福利是一样的 今年第一期收工粮分为三个阶段 包括计划收购 福岛收购 以及鱼粮收购 收购的价格依照稻米的种类 以及收购的阶段有所不同 每公顷收购的数量也已经进行公告 至于湿干骨之间的折算比例 则是依照张贴在经收地点的 湿干骨折算率表为准 基本上水费含量越高 也就是越湿的稻骨 折算干粮的比例也就越低 而且烘干费用更高 正因为如此 像这种还呈现鲜青绿色 没有完全成熟的稻骨 不仅较潮湿 里面的米粒较不饱满 较较工粮会比较吃亏 湿骨粽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你还没收 还没到完全成熟 你就把它收了 所以里面清明力很多 但是它水分会很多 那量测起来的 在湿骨跟干骨换算的过程之中 湿度越高 你的折腾股粮就 折腾股粮就会越低 在变成说我们把它得不少湿 尤其你湿度越高 它干燥的时间会越长 越长的时候 它所需要的干燥费用会越高 叶子在收取干燥费用的时候 也会比较高的额度在收 所以算起来 提早收获这是不理想的 尤其我们这个未成熟的骨粒 经过干燥以后 它变成一个死米 它在整年鸣过程之中会碎掉 所以它是一个不良米粒 所以对整个农民来讲 它还是一个吃亏 对业者来讲也是吃亏 所以说我们还是鼓励农民 等稻骨成熟的时候 或者是下一天 或者是有入水的时候 等雨水干了以后才采收 101年一起做工粮可以绞交湿骨 每公斤干骨补助 烘干包装及堆叠费两块钱 绞交湿干骨通通有补助 而补助款项会跟稻骨的价格 一并汇入农友的账户 若有任何疑问 请恰询各地农会